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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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1920 跌了183点 成交真的很低 因为很少看到现在3点 成交只有800多亿 这个节目就星期四早上8点出街了 应该星期四会好一点 因为星期四中国就开市了 今天会跟大家讲讲谭仔 谭仔已经完成了IPO就快上市了 其实我在今年的5月 今年5月的投资日子 我有分析过谭仔 跟大家分析过 因为有很多读者都发电邮给我 既然这样不如我一次过讲 另外之前大家也知道 中国就串钩这个索罗斯 索罗斯现在就不断发工 以及一件事就是 索罗斯真的有很多美金 在美国来说 当然是美国政府最多美金 那你这些有钱人 有几个是不得罪得的 基金 索罗斯是其中一个 巴菲特是第二个 Bill Gates是第三个 这些人你是不得罪得的 因为这些真的大有钱人 不是跟你开玩笑 这些全部都很有钱 还有一件事就是他们是投资的 坦白说一句 他扔300亿到香港市场 是容易之极的 但是问题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滴滴那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你说他记不记仇呢 90多岁 我觉得他很能记仇 现在你看到他 基金就不断唱歌中概股 问题也挺麻烦 这当然是设计对白 我的大两班美金 我就是不投资你中国市场 那不止他不投资 他还叫别人不要投资 那我们稍微赖过 鑽石狗 现在是星期三下走 193% 美银就未开始 不知道 希望今天星期三晚的美银也是做好的 现在是81% 我昨晚已经将四月份的收费版 放在网址 大家可以进去看 如果你想订阅我们十月份的 环球投资一支 或者是YouTube投资筆记 大家都可以付费 那这个就是封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说 他说的是事实 大部分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可能在2022年就会退市 那他的基金投资总监 他有个基金投资总监 目前就避开所有的投资中国 你想想一件事 你这几个基金经理不跟你玩呢 你基本上已经玩完了 大家知道后面很多的瑞银 瑞银 德银 其实最强烈的主要是哪个 不是这几个人 索罗斯 巴菲特 比尔基斯 或者Geoff Bezos 或者Facebook 这些 全部都是这些有钱人 你以为普通一个散户有这样的钱吗 没可能的事 你滴滴已经激怒了 你现在还找个华春莹 你华春莹凭什么去跟索罗斯斗 难道你美金多过索罗斯吗 我们待会去到画面再讲 我们待会会说谭仔 谭仔已经有招股结果 稍后跟大家讲 7.8万人认购其实也非常少 是不是少? 我也觉得是比较少 超额认购28倍 中签率是7.14% 即100个入票只有7个中 恒指到现在下午2点 现在下午3点15分 3点15分 跌了171点 希望明天有北水会好反跌 因为你失去24,000 其实也不太好 我现在看上去很多都是很差的 譬如说 迫伏的只有57元 微盟的10.9元 创科154.9元 跌到很多都很低的 譬如美短又跌到229 亚里就140多 那你很糟糕了 对不对? 那我们的钻石9就去到193 我并不是太担心的 因为美股一定会调整的 大家知道它的缩表 而且最重要是大家看的数据 最重要是看美国 10年期的债券 如果它跌 债息会跌 那股市就会做好 如果它涨的话 那股市就可能会跌了 我现在看到 现在是涨了2.51% 所以可能今晚的美股也会跌不出奇 那大家要有准备 美银 美银稍微好一些 但是也跌到81% 你可以看到今次的调整是相当大的 你看到我们之前是 差不多100% 跌了差不多接近18-9% 这么短时间之内 大家看到 水退之后 就知道谁没有着苦 这句我是觉得巴菲特说得很对的 有疫情的时候 整个世界都改变了 很多东西想走 走不了 就是说很多 美国 或者欧洲的订单 其实他们想走的 但是走不了 为什么因为有疫情 现在慢慢看到 疫情消退了 当然中国还有 美国也有 欧洲也有 澳洲也有 越南也有 越南也有 越南也好 其实印度也还有 巴西也有 但是开始疫情一消退 大家就看到 香港没有了 你看到香港9月的PMI 是不断地回落 外贸需求疲弱 成本上升 这个外贸需求疲弱 成本上升 就不关香港的问题 香港向来 在这四五年来 或者差不多这十年来 香港的 所谓PMI 它不是自己去做的 它就做了中国的代理人角色 代了中国去买东西 代了中国去入侯 当全世界需要中国的疲弱的时候 香港就是疲弱 一样的 成本上升 哪个成本上升 是不是香港的成本上升 不是 是中国的成本上升 但是疫情里面 就改变了整个玩法 因为疫情嘛 是不是 什么叫疫情 疫情的时候 去这里又不行 去这里又不行 那就迫在中国了 好了 但是当疫情消退的时候 那又怎样呢 慢慢的单子就移走 慢慢的单子就移走 香港占的份额这么大 在中国的话 你一看到这样的时候 就立刻回落了 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件事 水退了 就知道谁没出货了 现在水退了 慢慢的全球的疫情降低 你就知道单子会走 当香港完全依赖了中国的时候 就变成这样 就这么简单 只是这么简单 中国一扑街 那就香港一扑街 那天Facebook死机 Telegram急增了7000万用户 不奇怪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要联系 那你不联系 那它就很简单 我本来用Facebook跟你联系 好了 我找不到你的时候 我就传个SMS给你 大家都听你个人 这样就搞定了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当Facebook康复的时候 那它就用Facebook 好像之前美国总统大选一样 一样的 当它康复的时候 那又怎样 它就用Facebook 当之前有问题的时候 那些人不是用Rumbo 那些 好了 现在没问题 就用YouTube 一样 暂时来说 美国 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都还是未可以代替着 还未可以代替着 那还要看看 有没有一些新的 大家明白 Facebook 诸克伯格这个人 就很难倒闭的 他就会打到你倒闭为止 打到你 没有还手之力 然后就收购了 好像这个WhatsApp一样 所以你想在美国 开一个 类似Facebook 然后顶Facebook 基本上是没可能的 这个人就 还有他不是老的 只有一百个多岁 三十多岁而已 对不对 应该没有四十岁 这样的话 还要有大把时间 所以 暂时我相信Facebook 在美国的地位 是短期内 还是稳固的 大家现在可能知道 为何当时在恒大 传绿爆波的时候 这个招商银行一跌 为何我全部沽出招商银行呢 原因不是招商银行有问题 招商银行基本上 你说和恒大看到今天 我估计 他们的生意做是不多的 我不敢说没有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 整个中国的经济下跌 我现在看招商银行多少钱呢 57.85元 我们56元左右 你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差 经济差 经济疲弱还借什么钱呢 还凌什么钱是售银行 大家可以看到形光幕 你公中龙目标价全部上 不出奇的 当你整个中国的经济有问题的时候 你银行业也减速而已 一样道理 所以大家最好不要再持有这些 中概股最好不要持有 真的不要持有 你最重要的是地区 经济是不断和乱的 不断向上的 你银行业现在刚刚跌了一两年 中国这些环境起码跌三四年 它一天还没跌好 你一天也最好不要再银行业 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因为原来昨天 我有个Ubisoft的账户 它给了一个讯息给我 它说在泰国有人用我的账户登入 我绝对不会在泰国 对不对 虽然那个账户是用来玩游戏的 基本上就没有东西 其实里面什么都没有 基本上 名字都是假名来的 但问题就是大家最好做两步验证 即是说你输入密码 输入你的UserNate密码 然后再传那些 那些叫什么 Double Security 要么就去你的手机 要么就用APP 那你双重认证就稳定很多 但当然你如果没有带手机 就糟了 所以大家最好就开了 我现在Google也是两步验证 就安全很多 它捉了你就没得说了 我经常都说话 它如果捉了你 那你就什么都行 但是防止那些黑客人 它在远端 就撞到你的密码 就是最麻烦的 其实基本上 密码很容易被人撞到 那大家用两步验证就安全很多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 阿里巴巴其实真的跌了很多很多 我现在看看它是多少钱 $137 最高的时候是多少钱呢 最高的时候接近$300 幸好我们放得快 也幸好像Stone那些 就是Stone Company我们放了 但是这个是今天星期三的消息 就说Charlie就增持了八成的阿里巴巴 我相信和你陆有关 我相信和你陆有关 我不敢说 如果乘客下跌了之后 阿里可能有机会翻身 可能有机会 但问题就是现在增持会不会很险呢 不过阿里已经跌到$130多 基本上它已经跌超过一半 那你说现在买可能是安全的 可能是安全的 但问题就是 股价有没有机会上升呢 这个就不敢包了 为什麽呢 因为它的数据已经和人们分享了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所有阿里的数据都和人们分享了 你蚂蚁的数据全部都分享了 政府已经拿了 那你现在淘宝、天猫那些 全中国个人都做到 支付个人都做到 那你有什麽优势呢 之前我买阿里的原因是 因为你有这个优势 你有网上优势 有送货优势 你有支付优势 你一定要用支付宝 现在不是 现在个人都可以的时候 那你有什麽优势呢 是吧 现在不是只有你一家 京东啊 很多都可以做到 就是阿里巴巴那些东西 基本上 以前就是淘宝 那现在是不是只有淘宝呢 不是啊 国内每个都可以 很多快递 很多速递 很多网购 不是只有你一家淘宝 对吧 所以问题就是 现在买的价格是很便宜的 一百三十多元 但是问题就是 是不是一定可以 好像以前那样 有一个垄断的优势呢 那应该就是没有了 我估计查理买 跟李陆的原因是很大的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你得罪索罗斯就没有好处 因为索罗斯就没有想到一件事 你居然玩够你自己 自己打低自己 他在滴滴上 应该是输了大钱的 我九十多元 我是奸人 索罗斯 我这么奸 居然输够他给你 居然输够他给你 他已经生气了 你居然还找华春莹 吵架他 那没什么 不是 收兵 没什么 是吧 一路收一路吞 你看到一件事 现在 我偶尔说一句 你不要以为索罗斯没有力 索罗斯在美国基金里面的影响率是很大的 大部分美国公司中概股不得不退市 因为为什么 他知道一件事 你一定交不了底稿 你怎么交都交不了底稿 你交不了底稿 你明显就会退市 你一退市 那怎么办 整个股票市场的气氛都会向下 那我怎么会投资你中国呢 对吧 等你之前骂 索罗斯骂得这么过瘾 他要救恒大 绝对救到 300亿美金 就救到恒大 他会不会救 他现在不是不会救 唱够你 我们就讲一讲谈仔 很多读者都传email给我 谈仔买不买得过啊 当然有些读者就说 香港这么小 买谈仔有什么text 我们先看谈仔的招股会收 他已经完成了招股了 下限定价 3.3无3 集资10.4亿港元很少 总共10.4亿港元 营购了9.9亿股 基本上一手的中签率就7.14% 那就是说你认购15手 15股就会中一手了 其中超过一半的集资 就用来开店 开店的范围就有香港 中国 新加坡 日本和澳洲 那就是9.4%的资金 那就是大约是10% 那就是1亿了 就是用于扩充香港的central kitchen 那在内地 新加坡和澳洲 也都设立这个中央厨房 那大家应该知道它是日本的 日本收购了 那所以它是很干净的 就是我去到谭仔吃东西 我很放心 因为是很干净的 那它叫做2217 那大家看到了 这个就是今天星期三 那就是下限3.3号3 一股 那接着就是我在今年5月 今年5月 投资日节我怎样平淡仔呢 任何在香港的饮食股 特别是快餐股 有两个死门 第一个死门 就是人工 员工福利太好 因为有最低工资 第一个 第二个 租金超贵 主要是这两个问题 那当然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食材贵 那第一件事 食材贵 它可以转嫁 但是加上租金 再加上最低工资 没有办法转嫁 这个就是香港饮食股 餐饮股的死门 大家明白吗 你说谭仔 可不可以复制到其他地方 可以 但是一间起两间子 因为口味比较独特 通常我两个星期左右 都会吃一次 因为我家附近有一间绿色 就是云南米线 分两个颜色 大家知道 一个是红色 一个是绿色 我们快点计算一下 它的赚钱 根据它的财报 谭仔 云南米线 平均每个客人消费 就是港元58.5 三哥就57.6 就是每个人 消费大约是57-58 平时我也是差不多的 吃过餐 如果早餐再便宜些 30多元 在谭仔里面 最难确定的是租金 因为最低工资 可以计算的 现在有些酒楼 已经有送餐机械人了 基本上 我在最近喝茶也见过 最难确定的是租金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两年 业主可以大幅加租 但现在香港的情况变了 谭仔一定要有转价 即是有耳价的能力 谭仔它98%市场在香港 所以竞争很大 虽然同类型的食品很少 可以加价 但是可不可以 如果香港还像以前那样 不断加价 每一年都加最低工资 它可不可以顶呢 未必顶得住 你说单纯是食物加价 它应该可以加到 但是你说三样东西一起加 它未必顶得住 谭仔云南米线是在1996年 在香港成立的 2008年拆为两个颜色 谭仔云南是绿色 一般味道 谭仔三哥米线是红色 很辣的 但是也是一样的 其实食物不是差太远的 是一个辣 绿色就不辣 红色就辣 现在有148间店铺 香港是72家 每个72家就144 深圳一间 新加坡三间 总共148间 在2017年 两间都分别给日本的远归制面收购 2017年5月收购云南米线 2017年12月收购谭仔三哥 收购后两间合并 叫谭仔国制 远归母公司就是日本的Torridor 所以大家看到 整间谭仔 你进去哪间都好 很干净 穿着制服 现在我们疫情期间 签名 卫生 叫餐 等东西全部很漂亮的 基本上 日本就是这样 所以食材方面 日本服务 我是完全放心的 谭仔的业绩 是相当简洁的 最新一期 就去到去年的2020年底 大家可以看到 在疫情里面 对它是有很致命的影响的 你看到 刚刚过去的三季 它的顺利 连一亿都不够 2019至2020年 差不多有1.91亿 但是去年三季加起来 一亿都不够 即使去到那季 都是1.2亿而已 纯利率只有7% 所以疫情对于谭仔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集团为什麽 由2018年到2019年 你为什麽看到 纯利减少了呢 其实它开多了铺 开多了铺 它就是由 107间 加到148间 但是为什麽加了铺 都会跌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人工升幅大了 因为租金升了 它不能够转价 那纯利就跌了 2020年的利润 已经扣了政府补贴 和租金优惠 但是因为2020年是疫情年 又有限聚令 又要早收 所以你看到2020年 即使整年计 四季计算了 都是1.2亿而已 大幅倒退 接近四成 而纯利率更加低到只有7% 好了 但是问题就是 随着香港在5月 我做这个表的时候 我做这个文章的时候 是今年的5月 那时候香港的疫情 刚刚要好转 5月 5月13日 这篇文章是 那时候香港的疫情 刚刚要好转 我相信现在 今年2021年的下半年 譚仔的生意 都好很多了 譚仔的经营策略 在他的故书里面 可以说 你不听也可以 基本上都是这些例子 比如说 开多些店 做中央厨房 打入其他国家 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机会是很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文化不同 我当你进入中国 中国的人是不是吃炭 不是嘛 他是不是吃你的早餐 不是 还有一样东西 炭仔不便宜的 我肯定有一家在你附近 好了 当时来说 我是看淡譚仔的 大家看看 这个就是招股书的资料 你看看 譚仔和三哥 可以说基本上一模一样 去到去年的10月底 平均每日 每日的顾客人数 就有632个 每一个人的消费 大约是58元 每日的翻桌率 大约是3至4张 香港很多饮食公司 其实都很优秀 譚仔也是 很干净 真的 干净 卫生 招呼 外卖 我都完全没意见 但是最大的问题 大家看看下面 我列了第一 香港市场小 第二 租柜 第三 人工年年升 还有最低工资 第四 强积金 第五 先度通胀 但是问题就是 今天 让我写这篇文章 是半年之后 五个月之后 现在是 有了很大的转变 有什么转变呢 就是说 这里 一二三四五五个因素 有两个因素 可能没有了 第一个因素 它再开店 或者再续租 租金 会不会这么贵呢 应该是不会的 因为经济走下坡 通街都是吉普 第一个 第二 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 今年已经 贵了 即是说 这里的因素 里面 就有两个没有了 只剩下通胀 即是食材 跟着强积金 和香港市场态势 这件事对于 譚仔 或者香港的饮食股 是有利的 以前 我今天还拿着大法 大家下的 大家看看大家下这个图 每逢经济低潮的时候 租金一定加不到 最低工资也加不到 你看到这些饮食股就升了 大家下是什么时候开始下跌的 就是2016年开始下跌 即是说 当香港的租金很厉害的时候 加得 它就开始下跌了 我们看看大法回 2016年开始 香港的租金 特别是零售铺的租金 就加得很厉害 那时候它的盈利已经开始下跌 就一直下跌 因为当香港的经济上升 当香港的经济好的时候 地产好的时候 那又怎样 那些工人一定要争取最低工资 因为生活不了 那你又能赚到钱 这两个因素 就会拖下所有 香港饮食业的利润 那你看到大快活大加落 那时候就开始下跌 跌到现在 好了 但问题就是 当现在香港的经济 又回到低谷的时候 租金肯定加不了 零售租金肯定加不了 通街都有鸡铺 你还怎样加最低工资 因为有工做你就会偷销 不用加最低工资 有得做就行了 这两样东西是利好饮食股的 所以我认为 譚仔的表现未必非常差 不同的 这就是你在市场上的经验 当所有东西都齐了的时候 喂 又最低工资连连加 租又连连加 食材又连连加 一定死去 好了 但问题 这三个东西 没了两个的时候 未必的 它加的幅度 可能已经可以转化到利润 所以大家未必看得这么淡 因为我买过大加落 我买过大发汇 我很清楚 最早期买的时候 我不知道 我以为 这么多人吃还是吃 后来不是 好了 但原来一样东西就是 原来租金 原来最低工资 一旦没了的时候 它就有钱责了 所以大家未必看得这么淡 就是说 你少住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是 少住 譬如大家看到大快活 我在07-08年买的 基本上我是拿到07年才放的 基本上 赚了很多 很好识的 你看五里多识的 五里多识的 所以 未必一定差的 例如大加落 大快活 或者谈仔 这些 可以留意一下 少住 我觉得是可以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是星期二晚的导致 因为星期二晚 那个美国债息 就跌了一点 所以导致 就升回三百多点 NASDAB也升回百多点 但是星期三晚 我不知道 因为我现在录音的时候 就是星期三晚 快来的 希望没事 但我看到现在的债息 是在升 所以有可能 星期三晚 美股也是跌的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钻石九组合 我们都跌回 但是 不要紧 因为我们知道 这些是一时的调整 但大家记住一件事 买股票 千万不要借钱 不要借钱 不要做孖展 手头上 预留有松动 最好有两年 两年 如果留不到两年 最少都要留一年 你必要用的钱 手 不奇怪 你现在不知道 它锁你多久 它分分钟锁你三个月 那你不够钱 就死了 所以大家记住 一定要留最少一年 你要用的钱 在你的银行户里面 不移动 最好留够两年 最安全 因为很少 这个 现在短期来说 除非以前 美国大萧条 不能说 否则很少 很少衰两年 通常股市 都是衰一年左右 所以 第二 不要做孖展 第三 不要借钱买股票 那你就没事了 你买优质股 就没事了 我们的网资 youtube 投资筆记 我们出了一集 10月份刚刚开始 大家有兴趣美股可以订阅 投资日志 我出了一集的保诚 就快在香港 其实它已经上市 不过今次公开认购 接着就是法国香水品牌 罗尼亚 印度 第一只 在美国上市的 Software Engineering股票 Feshwork 接着就是韩国的CacaoPay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订阅 好 那我们的两类节目 免费的 我们就多了Patreon 香港蓝手生活 大家可以 点击YouTube下面的链 进去 我教了Open 是免费的 大家都可以 按进去就能听到 收费的只有两类 环球投资日志 PDF 文字版 以及YouTube投资筆记 美股YouTube版 好 那我就不重复了 《盈光博》有我们的付款办法 收款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和PVL账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也可以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明天的地产小专家 再跟大家见面 祝大家星期四愉快 拜拜